在上一季中 200基成功跨越了喀拉昆仑公路 我们离正阳门5425公里 穿过普什图省东北部的塔利班控制区 现在只有一条备胎了 快收东西快走 快不安全 从拉赫尔回来的路上 接连的疲惫 让几个队员都生病了 感觉不太好 最终旅行团队到达巴基斯坦首都 伊斯兰堡 从前两季开始 看望战争和灾难中的孩子 就是2007和连红旅行中的愿望 从国内出发7000公里后 他们终于可以见到巴基斯坦的孩子们了 看到这个门口了吗 这是个学校 有点像军队 但接着真不是军队 它就是个学校 2014年的时候 这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130多名学生被杀害 然后还有十来名老师当着学生的面 被活活烧死 2014年12月16日 白沙瓦军官子弟学校 130多个学生遇害 事件发生后 巴基斯坦全国停课一个月 有六个塔利班从这个方向过来 然后踩着墙左边就翻了进去 目前这里已经被严密地保护起来 布满铁丝网和高墙 2007到达的时候是中午 学校已经放学 这是他们孩子的穿车的时间表 12点45最晚是中午1点35 一至五年级 早7点半到下午1点35 下午没课 那个花台这些都是纪念死去小孩 那上到横幅上写着 国家向你们质疑怀念 怀念你们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在这上学可真不容易 白沙瓦的午后 火炉一样炙烤着2007 院子里安静地令人难过 这里已经成为145名遇难师生的露天纪念场 这有一句话 笔 我们手中的笔 用笔来代替武器 还是放下枪拿起笔 我看到了几句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 比如说那写的 永远不要失去希望 Don't lose hope 在这上学真不容易 在这上学真不容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